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興趣追完 希望他不會有很多美劇 越拍越不好看 到時看得真的變喪屍 追就追 被劇控制了又聚不上 懶美劇就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他最有趣的是 其實他沒有出現過喪屍這兩個字 他們覺得是一個疫症 而他還要當一個病去治 其實好像有得治 喪屍你應該要怎樣對付 如果變喪屍之前 你要怎樣處理 就不會變喪屍 好像他們出一份醫療報告 要怎樣對付 那我就覺得 又是更加心痛感受 現在我們 又是面對著一個疫症 就是我們要勤手 要戴口罩 就是好像 感覺很 很自身其中 我覺得他混合得很好 一般的喪屍片 經常都是那些生化危機 形容喪屍怎樣很恐怖 但是他古裝化了之後 就變成不是生化危機 變成是一些草藥 令到那些人變異 即將化學成分降低 變成好一些中國 航醫那些 變回古代的代入感 整個時代 但其實內容也是喪屍 然後他說怎樣治療喪屍 韓國那時候都是寫中文字 韓國那時候 又說那些醫生 醫女怎樣記載這個病毒 就好像看之前 有沒有舉神 韓國醫 有一些類似 包括那個時代 我說醫學的東西 變成一些古代醫學 用一些書 寫中文字 又介紹病徵是怎樣 就變成真的沒有了 傳統那種喪屍片 那些公式 是關於化學的事 其實那樣東西是很天然的 可能你利用得好 變成一種好的藥 但是你將它做壞事 令到它變成了疫症 並且人類殺死人類 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扣連相當之好 第一 其實如果一般的喪屍片 隨便說化學東西 或者實驗室有意外 這些就是編劇思考很懶惰 這些是壓水都想到 小時候你寫什麼 這次第一句 原因是有些創意 即是生草藥 生死草 這件事其實是 這個扣連自然界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看到生物奇觀 其實有些寄生蟲 會攻佔動物的腦 令到它產生一些奇怪的行為 令到它更加容易被其他的動物殺死 例如有一種寄生蟲 進入了蝸牛腦 平時蝸牛在地上爬 那種寄生蟲 控制著蝸牛爬上樹頂 令到它容易被鳥搬來吃 方便傳播它的傳宗接代 所以我覺得扣連得挺有趣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創意是相當不錯 當大家面對疫症的時候 就更加會有感覺 因為很多人都在隔離的時候 就是在看 而且你要怎樣處理這個疫症 如何預防自己會沒事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讀書 也會有些疫症 然後死亡很多人 有些人陰謀論 其實可能以前也出現過喪屍 不過人們就像今次的劇 記錄在歷史上 就寫是一個瘟疫 空絕來風未必無因 人類有些事情他沒有見過 他未必憑空想像出來 等於這個很奇怪 例如東西方也有龍 為何會有這麼巧合的東西 或者東西方的傳說也有冰河時期 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問題 喪屍這件事 可能在東西方的文化裡 也有它的根源 我記得中國是否是殭屍 因為這是雙西港屍的問題 即是西方吸血鬼 但喪屍其實是哪裡來的 因為是西方來 很明顯是東西方的文化 也有一種懷疑 有些人會不死 或者人死的屍體 會有些奇怪的邪門的變化 這件事是很巧合的 為何大家都會有這樣的幻想 是差不多的呢 其實之前麥進龍有一套殭屍 其實他也是把屍體 練成一個殭屍 即是他也是一個活死人 即是說到他是一種 是的 如果你說傳說的話 東西方當然有少少不同 但兩邊的傳說都很合理 如果你說西方就是殭屍 就是那個 會死人 德古拉伯爵 這個就是愛人死了 他就詛咒這個上帝 他就永遠都不會死 而東方 尤其是中國的殭屍傳說 就是來自雙西港屍的法術 其實我覺得跟現在的武漢肺炎很相似 因為那些人一走了 屍體立刻燒 哦 那你就懷疑 其實很像 很像我所思都是 要是要燒 如果不是 如果沒有燒 可能是通街走 那些病毒就會到處散播 哦 所以你很懷疑去年 剛剛肺炎起的時候 不是說那些化碳很厲害 哦 是的 烏鴉 特別積聚在中國某一個地方 哦 有沒有說他飛著飛著突然跌下來 沒有 我不知道 如果是 我想很恐慌 真的會令人 嗯 嗯 所以其實這次這套電視劇 我覺得是 又指出了一種 可能一種新的片種方向 即你怎樣把喪屍片 結合其他類型的片集 其實這個很有趣 因為其實喪屍片 我們看了很久 但其實它是一種比較新的片種 嗯 不是很耐力試 因為電影有了百多年 其實喪屍片 就去到近四五十年才興起 變成很多可能性 其實它根本就沒有玩出來 基本上 所以我也很期待 就是 季節三 因為它是開始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病毒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不是喪屍 他們會覺得是一個瘟疫 瘟疫 是的 這個病是治得好的 他們會覺得 只不過我們一看就會覺得喪屍 但是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他們當作一個瘟疫去做 噢 是的 這個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有些現代背景的喪屍片 那些人大概對這件事有個概念 那些民眾一定會是 你就是用一個現代的角度去想 怎樣對付喪屍 但是這套戲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能夠切身處地 幫那些古代的朝鮮人想起來 當他們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呢 還有呢 他好像說到這套戲 可能我看錯了 我覺得它是 它說是由另一個地方傳入來的 噢 就是中國傳入來的 這是中國傳來的 我會被人罵呢 我這樣說 是歧視 但其實真的沒有歧視 只是他設計是 因為其實中國有很多東西 它是很大的地方 變成是 它真的可以有什麼病毒都有 是 還有 我想它季節三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病毒 還有為什麼這個病毒 會散播出來 不過我已經覺得 不知道要等多久 因為剛剛上次的季節 好像是超過半年了 好像是一年了 一年半 對 它明顯是拍得很仔細 很明顯就是 所以有些人說 會不會是季節三已經拍起了 會有一次的播放 這個可能性就是比較小 其實會是 應該也是 接下來才會拍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這樣搞法 就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 是啊 是啊 希望他們也多些時間想想 不要拍得太急 拍到爛了尾 通常電視劇都有這個問題存在 不過接下來就有 我知道施殺列車出議 有第二套喪屍片 我很期待 施殺列車兜 因為其實它是一本漫畫 第一集非常好叫作 第二集 有些人之前好像也有 放過漫畫出來給大家看 但我覺得這些我真的喜歡看電影 真人造 比較血淋淋的 感受會比較大 因為你畫得多血淋淋 你都覺得 不是很恐怖 有一些片種 要是Live Action才好看 對嗎 等於像AV一樣 畫出來就不好看 當然是人造 這個喪屍片也是一樣的 是啊 其實我記得 是之前做過很多的 就是外國 不過好像近年的韓國 做得很好 多些不同角度 之前又拍了施殺片場 是假的 是笑片 是喪屍片的笑片 反而我覺得 荷里活這方面的創意是低一點的 我想起很有趣的角度 唯一就是那一套 Warm Bodies 它主角是喪屍 是嗎 我沒有看過這個 反而 就是由喪屍的角度 去看人 看人 看人 看人類的世界 比喪屍更壞 當然後來的故事 有一點難尾 講那個喪屍 如何變成人 我覺得是有些硬來的 其實是 換個角度看 喪屍活死人 他們追求的東西都是弱 其實我覺得人很恐怖 因為他懂得思考 用謀詭計 因為他懂得思考 所以如果他用了一個不好的想法去做 就真的會令到世界 我覺得人類殺死人類就是這樣 看看會不會有些片 是有智慧的喪屍出現 希望我覺得多些香港的電影人 反正喪屍片如果拍得好 成本又不是很高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屍殺片長也很低 其實香港也曾經拍過一套很好的喪屍片 那套在商場 什麼 《生花壽司》 其實《生花壽司》真的拍得好 不是說笑 其實是會翻看的港產片 你不要因人廢言 因為陳小春做 所以覺得不好看 其實拍得相當不錯 那個商場到現在都是沒有人 都是廣絲 隨時可以回去再拍 那個商場就是住在家附近 那個商場就是人們租出來 爆房 裡面明明明是商店 因為沒有人變成房 可能很多人體驗不到 真的太沒有人也很嚴重 對 隨時可以再拍 有人就可以了 劇本可能可以提供給你 一些創意 好 這一節先談到這裡 回來再談